在《斗罗大陆》中,魂师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百级成神,不过想要成神可不是那么容易的,普通魂师修炼一辈子都无法达到这个境界,像唐晨这样的绝顶高手最终都成神失败,可见成神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,只有那些天赋极高,又有大气韵之人,当然也离不开自身的努力,才能有机会成就百级成神。 而在《斗罗大陆》中,一共有三人最终达到百级成神的高度,他们分别是千刃雪、唐三、比比东,他们三人经过不断努力,最终达到百级成神的高度。 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三人的成神瞬间,首先第一位成神的是天使神千刃雪,他是三人中最先成神之人,也是斗罗大陆千年以来的第一位神。 千人雪的天赋极高,他的武魂是极品武魂,六一天使,这才让他拥有先天满魂力二十级。 千人雪的成长速度比主角唐三还要快,在他的爷爷千刀流的帮助下,千人雪仅仅用了六年时间,就完成了天使神考核。 然而在千人雪成神之时,却发生了一件让人意外的事,就是千人雪在幻境中遇见了唐三。 唐三一直以来都是千人雪要征服的男人,他也是除了千刀流外, 第一个走进千人雪心中的男人,所以在千人雪成神的最后时刻,唐三出现了。 千人雪见到唐三后,直接和唐三拥抱在一起,并且还与唐三发生的关系,导致千人雪流出金色液体。 虽然这一切都是幻境中出现的,但是由于太过真实,这才让千人雪心中出现了破绽,这个破绽就是唐三。 第二位成神的人就是唐三,在千人雪成神后,没过多久,唐三也来到了海神岛,开始继承海神的神位。 唐三同样也是一位天赋极高的魂师,而且他还拥有双生五魂,这也让唐三的实力远超同级别之人,能够得到海神的青睐。 而在唐三成神之时,却发生了一件让众人脸红之事,因为唐三成神之时需要使来个七怪的帮助, 这也让七怪们都能够看到唐三成神的全过程,能够亲眼目睹唐三的成神过程,这对七怪们的修炼也有很大的帮助。 然而在唐三成神的最后时刻,却出现了让人脸红一幕,被七怪们全程看直播。 唐三在幻境中进入了千人雪的意识中,看到了千人雪成神时,与自己缠绵的一幕。 回归本体后,唐三惊奇地发现这一幕真实上演,千人雪意识中的一幕在自己面前之时出现, 这时千人雪已经在唐三的怀抱中,唐三差点就没忍住。 然而这一幕被七怪们全部看到,凝绕任何竹竹青看到后都羞红了脸,想我也看到整个过程。 最后一位就是罗煞神比比东,比比东是最惨的艺人,他和唐三一样是一位双手武魂的天才, 但是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帮助,成神全靠自己。 他的成神之路也是最艰难的,但是比比东却坚持下来。 他在遭到千寻奇的侵犯后,为了覆灭整个武魂殿,他必须要变得更强。